目睹妻子进入了一家星级酒店,我浑身的感觉越来越不好了,看样子,老婆真的已经给我戴了绿帽子了,前阵子,老周就跟我提过,说我的老婆江雪可能已经背着我,在外面偷人。 当时,她拿着一张四人合影照,两男两女的泳装照,看起来就像两对情侣一样,其中一位美女就是她老婆苏密,另外两位帅哥,据她说是两个男模特,我当时还不相信,我记得当时喝多了之后的老周就苦笑着对我说,杨哥,我老婆出柜了,就是跟照片上面的这个男的搞到了一起。 她还跟我说了很多,她现在在收集证据,准备离婚之类的话,最后,她提醒我,让我注意一下我的老婆江雪是不是也在外面偷人了,但是我一直不相信,我跟江雪结婚两年以来,虽然暂时还没有小孩,但是我们还是很恩爱的,而且我现在创业开的小公司也开始有了起色, 不仅换了一套200平的房子,而且还买了一辆麦巴赫,也给江雪买了一辆保时捷,平时比较忙,加上下班之后,为了维护客户应酬也比较多,所以跟老婆江雪也是巨少离多,今天,我特意提前下班回来。 悄悄地跟在江雪的身后,看到她进入了一家酒店,我心里五味杂陈,平时都不怎么抽烟的我,此刻,我狠狠地将手上的烟给掐灭了, 然后就提着一袋,提前从炸鸡店买好的汉堡炸鸡,还有可乐,就朝着这家星级酒店走了进去,我的目的很明确,假装一名外卖员,直接去捉监。 我装成外卖员进入酒店之后,虽然没有看见江雪的身影,但是我还是看见了那个南模的身影,心说,江雪做事也够精明啊,担心这样,和南模一起进入酒店,被监控拍下来,所以她选择自己先上去了。 不过我进来的时候,刚刚好就看见了那个南模的背影,此刻,她正在电梯口处等着电梯,我戴着一顶鸭舌帽,趁着电梯门打开的时候,匆匆地走了进去,然后站在了电梯最里面。 之后,我看到这个南模在八楼出去了之后,我直接上到了九楼,然后匆匆走人工楼梯,快速地下达了八楼,出来之后,我迅速地看向了酒店两边的走廊,就在我扭头看向左边的时候。 果真,我看到南模刚刚好进入了一间房间,我匆匆地看了一眼那间酒店的房号,看到南模进去了之后。 我这才悄悄地跟了上去,此刻,我就站在818房间的门口,刚刚,我就是亲眼看见那个南模走进了这个房间。 但是开门的人,我并没有看清楚是不是江雪,宝贝,几天不见,真的是想死你了,很明显,这个声音是这个南模发出来的,声音明显带着一些暧昧和挑逗,我也想你啊,几天没有见到你。 我心里也痒痒的,我家那个啊,简直就跟个太监一样,这个声音明显是个女人的声音,但是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江雪的声音,因为此时她说话的声音比较小。 于是乎,我又将耳朵轻轻地贴在了大门上偷听,刚开始,两人并没有什么动静,但是一会之后。 我分明听见了江雪啊的大叫的声音,因为这个声音我很熟悉,而且我确定了,里面的这个女人肯定就是江雪,想到这里。 此刻,我握紧了拳头,双眼通红,整个人无比震怒,我甚至一度想冲进去杀了这个贱女人和这个南模,以及我心头之恨。 但是片刻冷静下来,我觉得这样做不值得,为了一个不爱自己的女人,搭上自己的一辈子,也太不值得了。 而且,我现在的生意有了起色,有了金钱,以后想找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,不过,当我听到里面男欢女爱的声音。 我准备好了手机,假装送外卖的,直接用力地敲起了房门,只可惜,里面的狗难女太疯狂了,我敲了半嗓,居然没有人回应,而且此刻,里面的人也没有声音了,外卖。 外卖? 812客房的客人,你们的外卖到了。 我一边用力地敲着门,一边大声喊叫了起来,此刻,我真的想直接撞开门,冲进去,看看江雪和那个南模疯狂的场景,但是此刻,里面依旧没有人回应,好像根本就没有人一样,洋洋。 就在这个时候,隔壁811的房间的大门,突然被打开了,一个熟悉的女人的声音在叫我,我扭头一看,没有想到,竟然是我的老婆,江雪此刻,在喊我。 他看着我的时候,明显一阵惊讶,而我看到他的时候,显然也有些惊讶,不明白,为何他突然出现在了隔壁的房间,你怎么在这里? 江雪看着我手里提着的东西,有些疑惑地看了看我。 我,我一个客户中午喝多了,我给他开了一间房让他休息,这会准备给他弄点吃的过来,我心虚地立马编造了一段善意的谎言,我当然不能这个时候让江雪知道我在跟踪他。 不过就在这个尴尬的时候,江雪那间酒店里面再次走出来一个美女,手里蹲着一杯红酒。 貌似有些喝醉的样子,江雪,再过来陪我两杯呗。 喝完之后,咱们就把合同给签了,怎么样? 嗯嗯,好,来了。 江雪说完了之后,就准备直接走进酒店,同时扭头,对我小声说道,杨杨,我现在要陪一下客户,晚上可能要晚点回。 看到这个场景之后,我也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,看样子,我的确是想多了。 原来那个男模来到这个酒店并不是来见我的老婆江雪的,看到江雪进去了之后,我也担心一会那个男模出来,闹了尴尬。 因此,我赶紧就朝着楼梯那边快速地走了过去,随后,我便拐到了电梯里面,不过此刻的心情明显比之前轻松了不少。 江雪所在的811房间,里面的确出来了一个美女,而且江雪一身黑色小西装,看得出来的确是过来谈业务的,从电梯里面出来之后,原本心情不错的话。 再次因为前台客人的一句话,让我内心跌入了谷底,美女,通融一下,麻烦你们安排一下811和812这两间套房呗。 站在前台男子旁边的一位女子,有些好奇地问道,两间挨在一起的就可以了啊,干嘛非要制定这两间啊?你懂啥?这里811房和812房是连通的,玩起来更爽,听到这句话,我当即眼睛瞪得大大的,仿佛刚刚所有的谜团在一瞬间全部化解了。 难怪我看到那个男模明明进了812房间,但是江雪却从811房间里面走了出来,而且为何我当时听见第一个女人说的话不像是江雪的?为何第二个女人的声音我就确定是江雪的?原来812房间里面当时应该有两个女人啊。 而且江雪说的那个女客户其实只是她的朋友,他们刚刚一起在812房间和那个男模一起玩耍,想到这里,我眼珠子瞪大大的,感觉整个人费都要气炸了。 心说,江雪,你他妈的玩得比老子还溜啊。 果真,酒店前台婉拒了这名男子的要求,因为他说那两间套房已经有人入住了,随后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 再次提着炸鸡汉堡可乐,迅速地朝着酒店的812房和811房赶了过去,等我赶到811的房间之后,我就开始拼命敲811房间的门。 可是里面好像没人了,喂,你是干什么的? 这房间的人出去了,就在我迅速敲811房间的门的时候,突然,酒店的一个保安朝着我走了过来,示意我赶紧离开。 我老婆在里面,我来给她送些吃的,我将手里的装着炸鸡汉堡的打包袋,提了起来示意了一下,随即继续撬着,行了,别撬了,刚刚我看到他们离开了,再撬我可就要报警了,这名保安小哥明显有些不耐烦地朝着我走了过来,做出了驱赶的手势,那这个房间里面的人呢? 见状,我又不甘心地询问了一下812房间的情况,都走了,好像都走了,行了,你快走吧,再不走我就要报警了,刚刚都接到客人投诉了。 保安小哥不耐烦地走了过来之后,就要直接将我给赶走了,我见到敲了半天,确实不见人出来,只好准备离开了,要不然人家报警了,我就麻烦了, 进入电梯之后,我不甘心,直接掏出手机,给江雪打了一个电话,打了一次电话无人接,我便拨打了第二次,没想到这次江雪接得很快,老公,你回到家了吗? 我可能要晚点回来,你现在是不是离开的酒店啊? 我此时当然不能说我再次上去找过他,只得假装猜测式地问道,是啊,刚刚公司陈总打电话给我和客户,说是要请我们吃宵夜,另外,今天准备把这个单子给签了。 行了,我先不跟你说了,这车上我还有事情跟客户谈,江雪很快地说完了这几句话之后,便直接挂了电话,此时,电话那头确实传来了汽车鸣笛的声音,原本我想继续打个电话问个清楚的,但是突然觉得没有必要。 毕竟,他们公司大部分员工都是女生,这个陈总也是个女人,挂了这通电话,我在想,难道我真的冤枉了江雪,还是江雪提前知道了我要捉奸,关键时候逃走了,从酒店出来,看着这灯红酒绿的街道,我有些迷失了自己,总感觉心里堵得慌。 之后,我情不自禁地走到了旁边的一家便利店,买了两罐啤酒,就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,心情也是极度地糟糕,想着我心爱的枕边人,居然跟男模在酒店鬼混,心里真的难受,或许现在离婚是最好的结局。 但是离婚之前,我必须要收集好江雪出轨的证据,我要让她一无所有,否则,难解我心头之恨。 两罐啤酒下渡之后,心烦意乱之中,在街道的转角处,我突然看到了一家休闲会所,我犹豫了一下之后,终于是决定走了进去,说实话,自从我和江雪结婚之后。 别说进这种休闲会所,就是正规的足疗店,我都没有去过了。 为的就是对得起江雪,为的就是尊重她,但是想到这么多年的真诚,换来的却是她的背叛,我心里真的是难受极了。 进去沐浴更衣完毕之后,我就被领班带进了一间豪华的包间,领班给我介绍的时候,我直接说来个最贵的服务, 领班十分开心地介绍说,店里面最近来了几个漂亮正点的妞,待会绝对包我满意。 随后毕恭毕敬地退了下去,过了两分钟,便有美女过来敲门,我闭目仰神地躺在床上,应了一句,进来, 老板,您好,我是388号济师,很高兴为您服务。 不过这个美女的话还没有说完,我恍惚之中感觉这个声音还挺熟悉的,当我睁开眼抬起头看了一眼,我当即呆住了。 这个不就是老周周文涛的老婆,苏蜜吗?苏蜜看见我的时候,顿时也愣了一下,随即双甲飞红,不可置信地看着我,杨哥,怎么是你? 原本,我一直对苏蜜的印象也是不错的,平时为人热情通情达理,经常杨哥杨哥地叫,加上她是好朋友老周的老婆,所以自然也关系不错,但是自从老周跟我说了她老婆苏蜜,还有我老婆江雪。 两个人一起找男模鬼混的事情,我就对这个苏蜜无比讨厌了起来,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,苏蜜什么时候来了,这种场所做起了济湿,你认错人了。 换一个?我看了一眼苏蜜,没好气地说着,此刻我的脑海之中,竟然还想着万一苏蜜去我老婆江雪那里告状,我还想着如何编造一套谎言蒙过去。 杨哥,你能不能别要求换人?你要是真的要求换人的话,我会被辞退的,因为,因为我现在真的需要钱,我老妈住院了。 突然,苏蜜哽咽着说了一段话,眼眶红润,看起来十分伤感的样子,看到她突然这样,我也一下子懵了,毕竟她这个样子也不像是装出来的。 杨哥,杨哥,你放心,我不会告诉嫂子你来过这里,而且,只要你让我给你服务,待会,你想让我给你做什么服务,我就给你做什么服务,绝对,绝对让你满意。 说实话,苏蜜其实也挺漂亮的,身材可都比我老婆江雪还要好,一般男人看了,还真的会想如飞飞,听到她这么委屈的一说。 我的心当即就软了,随口说了一句,行吧,救你了。 苏蜜听了之后,顿时露出了高兴的表情,还特意将眼角的泪水,给擦拭了一下,随后,便将包厢的门给关上了,然后将屋内的灯光给调暗了一些。 杨哥,你想做个什么服务? 苏蜜将屋内的灯光调暗了之后,还是很客气地询问道,你们这里有什么服务? 就给我来个最好的那个吧,虽然我心里痒痒的,但是我也不好意思直接说出来,毕竟,她可是我兄弟的老婆。 杨哥,我懂了,其实我知道你最近的心情不好,如果换作别人,我肯定不可能会这样的,但是是你,我决定我满足你一次。 苏蜜说完了之后,特意去把门的插销给插上了,随后转过身,直接脱掉了外衣,黑色的内衣,加上她那火爆的身材,当即就让我有呼吸,有些急促了起来。 紧接着,苏蜜直接走了过来,然后骑到了我的身上,杨哥,来吧,我今天把我都给你。 说实话,原本兴趣和浓的我,但是此时此刻,我却怎么样也下不了手。 俗话说,朋友欺不可欺,毕竟,她可是我好兄弟周文涛的妻子,就算现在他们闹离婚,我也下不了手。 苏蜜,起来吧,别这样,你给我随便按按就行了。 听到我这么一说,苏蜜顿时又差点哭了起来,呜呜,杨哥,你是不是一会会去投诉我啊? 你今天要是在投诉我,明天我就要被开除了,到时候,这两天就白做了,看到他这样,我当即就懵了,有些不爽地说着,周文涛没有给你钱吗? 你做这个,周文涛知道了,不会生气吗? 杨哥,我不怕你笑话,其实老周早就不管我了,自从我老妈住院之后,她就不管我们了。 我也知道,我老妈这个病,想要治好,真的需要太多太多钱了。 苏蜜一边说着,一边开始擦着眼角的泪水。 随后,苏蜜又说道,杨哥,其实这里只是正规按摩,并不是你想的那样,我也是昨天才来的,就是因为我不愿意帮客人做其他服务,所以才被投诉的,听到这些,我心里也有些凌乱了起来。 毕竟,这些事情,老周从来没有跟我说过,他只是跟我说他老婆出轨的事情。 听到这些,我忍不住问了起来,前阵子,你和我老婆不是找了两个男模一起去玩吗? 还在泳池边,穿着泳衣合影。 苏蜜一听,脸都红了,连忙解释着说,杨哥,你可能误会了,那天学姐约我去游泳,但是那两个男模好像是学姐找来的。 我们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啊,那江雪呢? 至于苏蜜有没有跟男模发生关系,我已经懒得关系了,我只是关心江雪到底是不是出轨了,学姐那边我也不太确定,那天我走后,学姐是和那个男模一起离开的,听到这里,此刻我的心里面更加难受了起来。 这么说来,看来只有江雪背叛了我,反而是苏蜜没有出轨,这让我的心里当即就炸了。 随后,我也没有心情继续待在会所了,临走时,我向苏蜜保证不会将她的事情告诉老周的。 临走时,我加了苏蜜的微信,之前我并没有加她微信,有时要么是我老婆联系她,要么是我联系她老公老周, 出来后,我看了一下苏蜜的朋友圈,看到了一个月之前的动态,居然是一条筹款的水滴筹,原来她的老妈患了乳腺癌,现在一直在放疗化疗,看起来情况还是相当严重的,这样说来。 看来苏蜜说的缺钱也是真的,而且,我点进去看了之后,发现她老妈也确实可怜,病得不轻。 见状,我直接赚了一万块给苏蜜,并留言,这些钱就当给阿姨看病的,收下。 别告诉老周和江雪,很快,苏蜜便发来了一个万分感谢的小爱心,和三只玫瑰花,看样子,她应该很感动,就这样迷迷糊糊到了家之后,我发现江雪居然还没有回来。 于是我,就这样,躺在客厅的沙发上面,迷迷糊糊地睡着了,大概凌晨的时候,江雪才从外面回来,当她打开灯,看见我居然躺在客厅的沙发上面睡着了,当即也是吓了一跳,脸上明显闪过了一阵慌张,老公,你怎么不进去睡? 都说了,今晚我会晚点回,江雪一边埋怨着,一边脱高跟鞋。 很快穿上拖鞋,就朝着卫生间走了过去,我无意瞟了一眼,发现她穿着的黑色丝袜后面,居然破了一个大洞,因为是在她的后面,所以江雪可能没有注意到,我有些生气地指着她说,怎么回事? 开个会,连丝袜都弄破了。 听到我这么一说,江雪眼神明显慌张地赶紧扭头看了一下,随后她尴尬地说着,哎呀,可能是刚刚不小心浮沉总回家的时候,被什么东西给刮了一下,江雪尴尬地笑了一下,随后便快速地钻进了卫生间。 就开始给自己洗起了热水澡,江雪这个解释让我更加怀疑了起来,因为这个黑丝袜的洞不像是被什么给刮到的样子,相反更像是被人用手特意撕开的样子。 江雪洗完澡之后,就直接进了卫室,我想进去跟她亲人一下,顺便试探一下,但是江雪却一把把我推开了,哎呀,你澡都还没有洗,好大的汗味啊,快去洗洗吧。 江雪说完,便将我直接用力地推开了,随后,她盖上的被子就到头大睡,等我洗完澡进来之后,江雪似乎已经睡着了,我骑到她身上,想要跟她亲人,但是江雪却嚷嚷着太晚了太累了,好困了之类的话,直接敷衍了我,就这样,我就在迷迷糊糊,以及胡思乱想之中睡着了,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。 江雪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去上班了,我起来洗漱完毕,眼神一下子就看见了昨天晚上,她扔在垃圾桶里面的那条黑色袜,我还特意将黑色捡起来,仔细看了一眼,发现我的猜测没错,绝对是被人给撕破的,不像是被刮到的样子,让我更加震惊的是,垃圾桶里面居然还有她昨晚换下的内裤, 竟然也直接扔进了垃圾桶,看到这个东西,我整个人都不好了,看来江雪昨晚真的跟那个男模搞在一起了,回来竟然还知道把内裤扔了,想想我都觉得恶心,去到公司。 我一个上午都没有心情工作,满脑子都是江雪跟那个男模疯狂的场面。 下午的时候,终于是忍不住给周文涛打了一个电话,约他出来聊聊,顺便问问他的打算和调查情况。 周文涛来了之后,很平静地对我说,他老婆苏密出轨的证据,他收集得差不多了,而且他告诉我, 与我老婆的那个男模的一名叫皮特,期间有两次,我有意试探周文涛,问他知不知道他老婆苏密家里的一些情况,以及苏密现在在会所兼职的情况,但是老周似乎根本不感兴趣,只想着尽快离婚。 临走时,周文涛还给我透露,我老婆他们公司明天好像要去狮子湾团建,而且我老婆江雪还特意约了那个男模皮特,好像他老婆也准备一起去,听到这个消息,我当即震怒了,没有想到江雪玩得真开放,这么快又约男模去狮子湾玩,那你去吗? 老周,我当然去啊,而且我老婆已经跟我说了,让我一起去,其实啊,他们就是想半夜的时候,趁着我们睡着,或者喝多了之后,再约会,那样啊说会更刺激点,老周说到这里的时候。 也是气得不行,端起一杯咖啡,竟然像喝酒一样一饮而尽了,可是我想去,我老婆江雪并不一定让我去,到时候我可能只能偷偷去。 我叹了一口气,凭借我对江雪的了解,这种人多的活动,他一般是不喜欢带上我去的,那晚点再说,万一不行,到时候我假装给你个电话,约你一起,老周显得很认真的说道,因为很信任老周,所以老周说什么就是什么。 我当即点头答应了,晚上回到家,我还特意炒了两个菜做了晚饭,本来我以为江雪不回来吃的,但是没有想到,他竟然也按时下班回来吃饭了,吃饭的时候,我就一直想着,江雪到底会不会跟我说他们公司团建的事情。 会不会真的背着我,再次约会那个南模皮特,吃饭吃到一半,我突然狠狠打了一个喷嚏,似乎有些感冒的症状,我这才想起来,下午和老周见面喝咖啡的时候,他还特意选了一个空调口下面,当时还吹着真的有些冷,怎么了?是不是感冒了? 江雪装作很关心地说道,我没事,可能是下午吹空调凉了一下,我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样子。 听到这话,江雪起来,立即给我倒来了一杯温开水,然后说道,我们公司明天组织去狮子湾团建,可以带家属,你要不要一起去? 原本心情复杂的我,听到这话,不知道是该开心还是难受,就像老周所说的,他邀请我一起去,其实就是了为了和南模皮特玩得更加刺激一些罢了。 行了,咱们俩也好久没有出去旅游了,明天我请个假陪你一起去,其实我去的目的就是想好好看看,看看江雪到底和那个南模皮特玩一些什么花样,然后悄悄拍下他们出轨的证据,这样很好啊。 苏密说他老公周文涛好像也已经答应跟着一起去了,到时候我们四个人一起玩耍,就不用跟公司的人一起了。 江雪说着这话的时候,脸上泛起了涟漪,不过我相信肯定不是因为这些,而是因为他到时候可以和南模皮特一起鬼混。 第二天下午,江雪和苏密是坐他们公司的大巴一起去的,我是老周开车载着我一起去的,我和老周到了狮子湾的时候,他们的大巴已经到了,一眼看过去,估计有好五六十人,而且狮子湾上面人也不少,随后领队的便给我们安排房间, 因为江雪和苏密提前跟他们公司说好了,所以给我们两家人,安排了两间安排在一起的房间。 我和江雪的房间在走廊的最里面,老周和苏密的房间在我们的隔壁,和苏密经历过昨天会所的事情,说实话,此刻,让我面对苏密的时候。 总感觉怪怪的,有些不自在,而苏密看见我的时候,自然也是没有以前那么自然,有些容易脸红,放下行李之后,就是自由活动,随后就是晚宴。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,自由活动的时候,我竟然真的看到了那个南模皮特,居然也出现在了狮子湾,而且和苏密有关系的那个南模似乎也在。 虽然他们一队人马有说有笑的,也有好几位漂亮的美女一起,我看到之后,整个人就真的不淡定了,看来老周说的一切都是真的,江雪为了跟这个南模皮特来点更刺激的。 竟然还特意邀请,我跟她一起来这里团建,晚宴吃的是自助餐,而我的心情却是冰冷的,不过我却装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的样子,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,跟江雪一起。 我们四个人坐在一桌,自助餐的味道还可以,不算太差,老周似乎看出了我的不爽的心思,就陪我喝了两罐啤酒。 而我看到江雪和苏密有说有笑的一边聊着天,一边喝着鸡尾酒的时候,让我的心情更加难受了起来。 我在想着,江雪是不是会等我晚上睡着之后,特意去找那个皮特约会? 是不是他们一起去鬼混,寻找更多的刺激? 因为之前,我在经过皮特他们那群朋友聊天的时候,就得知他们今天晚上会在这里搞非常刺激的游戏。 想到这些,我联想到江雪和这些男人一起暧昧的场景,我心里更加难受了起来。 洋洋,那边有白酒,要不咱们喝点白的? 老周看见我有些闷闷不乐地喝着酒,竟然提议喝点白酒,行吧。 健壮,我没有异议,很快,老周就弄来了一瓶五粮液,我们两个就这样喝了起来,看到我们喝白酒很开心。 江雪和苏蜜两个女人又弄来了一瓶红酒,大概是喝多了之后,开始有些晕了。 江雪和老周又给我倒了一杯红酒,尤其是看到江雪和苏蜜故意在敬我酒,让我的心里更加不爽了起来。 因为很明显,他们就是想灌醉我,然后晚上去找他们的男模苟且,虽然我的心里面是清醒的,但是连着喝了啤酒,白酒加上红酒,说实话,我是真的有些顶不住了。 后来迷迷糊糊之中,我发现我们四个人好像都喝得有点多了,我的话也多了起来。 而江雪却以为我很开心和她一起出来团建。 杨阳,你少喝点,晚上十点有火山喷发的表演,然后就是篝火晚会听到江雪这番假装关心的话,此刻我忍不住笑了。 看来后面的篝火晚会才是她今晚最期待的节目吧,因为那个时候,她就可以有意无意地和男模皮特接触了。 而现在我喝得差不多了,到时候两个人就可以疯狂地偷情了。 虽然此时我确实看起来喝多了,但是好在我提前偷偷喝下了醒酒药,而苏蜜似乎也喝多了,提前一个人说先回去休息一下。 之后,就是自由活动,也可以回房先休息一下,因为江雪和老周看到我确实喝多了,他们就一起扶着我回去休息。 我记得我的房间是最里面的一间,但是不知道为何。 江雪和老周扶着我的时候,却把我带进了老周和苏蜜的那间房,三种酒一起下渡,说实话,真的很晕的。 如果不是因为我提前喝了醒酒茶,此刻,我估计早已经不省人事了。 进去后,老周和江雪将我扶在床上之后,便悄悄离开了。 随后,我躺在床上胡乱滚了一下,却发现床上有个人,我当时以为是江雪,但是我摸了他一下之后,感觉不太像,因为江雪的胸没有那么大。 那,迷迷糊糊糊之中,我睁开眼看了一下,发现竟然是苏蜜,我当即吓了一跳,准备从床上爬起来。 不料,却被苏蜜用力地将我按在了床上,他拼命地搂住了我的脖子,我当时以为苏蜜是不是被吓得要了,结果,他将小手故意伸到了我的眼睛前面,我看到他的小手上面写了几个小字,有监控,配合我,看到这几个小字,我当即酒醒了一半,因为此刻我的脑海之中,真的有太多太多的疑惑了。 而苏蜜这么一说,我自然是相信了他的话,苏蜜见我相信了他的话,他便开始抱着我疯狂地亲吻了起来,他见我无动于衷,有些着急的小声说道,杨哥,你不喜欢我吗? 他说着这话的时候,示意我去摸他,亲他,就在我热血沸腾的时候,苏蜜突然小声问道,杨哥,你是不是不舒服? 是不是要吐呀?是不是啊? 我看到他疯狂眨眼之后,当即明白了,然后装作一副立马就要呕吐的样子。 哎呀,杨哥,忍着,我扶你去洗手间,瞬间,我用手拼命捂住自己的嘴巴,假装就要呕吐的样子,然后在苏蜜的搀扶之下,疯狂地朝着旁边的洗手间里面走了进去。 进去之后,我便假装大声呕吐了起来,而苏蜜却连忙将旁边的水龙头给打开了。 随后,又故意用水冲了冲马桶,苏蜜这才惊慌地将我拉到洗手间的角落里面,对我说。 杨哥,你现在一定要听我说,其实想害死你的人是周文涛和江雪,他们才是一对,其实我和老周半年前都已经离婚了,这一切都是他们的圈套,很快老周和你老婆江雪就要来捉奸了,到时候,他们就会引你到狮子湾的假火山那里, 他们会趁机和你争吵的时候,让你不小心摔进旁边的大海里,你因为喝醉了酒,肯定必死无疑,但是我不想你死,如果你想找到他们害你的证据,你必须听我的,就配合他们跳进大海,我已经悄悄在那边海域,请了两个蛙人,到时候会救你走的。 苏密说得很紧张,也很急促,而且他说着,很快老周就要进来了,所以让我务必相信他,没办法,很快,他就搀扶着我从洗手间里面走了出来,出来之后,苏密拿起了桌子上面的一杯水滴给我,让我喝下, 但是当我拿起来准备喝下的时候,我突然隐隐想起来,江雪临走的时候,好像给我冲了一包头包,在这杯水里面,不过我此时想不了那么多,苏密催着我赶紧喝下,我只好喝了一大口,随即,他直接抱着我,一边亲吻我,一边脱他的衣服,果真,就在这个时候。 房门突然打开了,果真是周伟涛急匆匆地走了进来,杨阳,你这个畜生,我把你当兄弟,你他妈的,居然想睡我老婆。 老周见状,生气地抄起旁边的一个凳子,就要朝我砸过来,苏密见状,连忙上前,一把紧紧地抱住了老周,然后对我吼道,杨阳,你快跑,快跑啊。 同时苏密不停地解释道,周文涛,这些都是误会啊,是误会啊,是啊,误会啊。 此刻,我也顺着苏密的意思,赶紧冲了出去,因为这一切,说明苏密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 我从周文涛房间里面出来之后,江雪正好也朝着这边走了过来,看见我慌慌张张的样子,连忙问道,杨阳,怎么了? 干嘛慌慌张张的?而这个时候,周文涛却拿了一个半截玻璃瓶从房间里面追了出来,杨阳,你站住,我要杀了你,杀了你。 江雪看到周文涛拿着半截玻璃瓶要杀我,显然也慌了,就连忙搀扶着我,往房间外面跑了出去,我回头的时候,隐隐看见苏密紧紧地抱住了周文涛,要不然,我肯定会被他狠狠地揍一顿。 就这样,我被江雪带着那个火山表演的小岛上,旁边就是大海,此刻,旁边有很多游客。 江雪这才冷静地问道,杨阳,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?为什么周文涛要杀你啊? 不过还没有等我开口,周文涛再次拿着一个半截玻璃瓶冲了过来,杨阳,我要杀了你,你他妈的居然想睡我老婆,你这个畜生。 他的一番话,顿时令众多游客全部惊讶地看向了我,而我此刻,脑子里面一片混乱了起来,不知道是喝太多酒的缘故,还是刚刚喝的那杯水。 总之这一刻,我感觉我脑子要炸了。 好啊,杨阳,看不出来,你居然是这样的人。 居然连你好兄弟的女人,你都不放过,你还是个男人吗? 他们这么一说,瞬间,很多游客都开始对我唾弃和攻击了起来,一下子,我就被逼到了假火山的边缘,旁边就是大海。 而我此刻,脑海之中不停地回想起苏密,刚刚在洗手间跟我的说一番话,说想要害死我的是周文涛和江雪,想到他已经在大海里面安排了营救队员,所以这一刻,我决定跳下去,来个将计就计。 否则,我永远不能得知真相,周文涛,你别逼我,我没有欺负苏密,是你误会了。 真的,你再逼我,我就从这里跳下去,证明我的清白。 我很无辜地说道,只是此刻,我看到我说出这番话的时候,明显看到周文涛还有江雪的脸上,瞬间闪过了一阵惊喜,看到他们这幅表情,我相信了苏密的话,怪不得江雪每次见周文涛眼神都不对劲,你跳啊。 你要是跳下去,我们就相信你是清白的,嘿嘿,此刻,旁边那些看人脑不闲事大的人,竟然开始鼓吹我跳入大海。 杨阳,你说清楚,你跟苏密到底有没有关系?将雪此刻,也在大声地质问我,好,你们都不相信我,我跳下去。 说完这句话,我就纵身一跃,真的整个人直接从这里跳进了面前的大海之中,当我跳下去的时候,狮子弯的工作人员这才匆匆地赶了过来,现场顿时一片慌乱了起来。 而这一刻,我感觉我的脑袋真的疼得厉害,因为之前喝了不少酒,加上喝了头包的水,一瞬间让我明白了,他们这是想让我死啊。 只是,为什么让我喝下头包的人是苏密,是他不知道还是无意的,就这样,我跳进了大海之后。 原本我以为真的如苏密所说,有救援队悄悄在下面准备救我,可是当我沉到旁边的海底,发现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回事,一切都是骗人的。 我知道,我上当了,苏密说的话也不是对的,看来是他们想联合害死我,求生的本能让我清醒了不少,加上我本来就是个游泳高手,所以我很快憋住呼吸,拼了命地往上面游,海面上面不知道是谁扔了几个大的矿泉水瓶,我捡起来之后压在身下,顺着海水的方向,直接被冲走了。 在我跳下大海没有多久,我就看见了岸上很多的照明灯开始照射海面,而且狮子湾的工作人员开始派人下来寻找我,等我醒来之后。 发现我是躺在海边一个渔民的家里面,不过这片海域离我们那个城市有几十公里,而这已经是离我跳海三天三夜之后的事情了,而他们也派人打捞了我三天三夜,但是并没有找到我。 当然这些都是我通过新闻看到的消息,而且我还得知,江雪想让救援人员放弃对我的搜救,说我可能早已经遇难,而且尸体估计是被鲨鱼给吃了。 毕竟,这些搜救,江雪需要支付一大笔费用给到救援队伍,不过,幸好在我发现了江雪的出轨端倪之后,我就悄悄地在家里面的客厅装了监控。 而这个监控,江雪自然也是不知道,正是因为这个监控,让我真看清楚了江雪和周文涛的真实面貌,原来真的是他们两个联合起来,想要害死我的,然后继承我的财产,至于苏密。 半年前就已经和周文涛离婚了,周文涛答应苏密,只要他帮他们搞定了我,等到江雪继承了我的遗产,会直接分他两百万好处费。 而苏密那天晚上之所以骗我,说什么海里面安排了救援队,其实就是他们三个商量好骗我的,就是为了让他们的目的万无一失,投包加酒,他们就是想要了我的命。 这样就可以以一场意外要了我的小命,但是实际上苏密并不想害死我,其实都是周文涛故意让救援人员撤走的。 收集好了这些证据,我又尝试了很久,终于是找到了江雪苹果手机的ID密码,原来那个密码竟然是我的生日,想想都觉得讽刺,登陆之后,果真。 我从云端找到了江雪和周文涛的很多照片,没有想到,里面还有很多大尺度的视频,当然,也找到了几张和那个南模皮特的照片,让我惊讶的是,那张照片, 其实就是周文涛故意拍好的,准备好了这一切。 我偷偷回到了我们的这个城市,找到了那个南模皮特,我给了南模皮特十万块钱,他把这一切告诉了我。 还有他们的聊天记录,其实皮特跟江雪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,那天在酒店桌间,其实也是周文涛故意设计的, 实际上,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生,而此刻,周文涛和江雪真的以为我可能已经死了,江雪接手公司之后,居然准备将公司给卖了,将所有资产全部变卖,然后跟周文涛远走高飞。 就在他们准备,就在他们准备签约的那天,我带着一些警察来到了我的公司,所有人看到我的时候,都极为震惊,当然更加震惊的是,江雪和周文涛,扬扬,你,你不是已经死了吗? 周文涛和江雪两个人看到我的时候,显得非常的震惊,就仿佛是见到了鬼一样,我死了。 你们就可以正大光明地瓜分我的财产,是吧? 放心,你们的谋杀罪名很快就会成立了。 我说完了这句话之后,此刻,苏蜜也匆匆赶到了我的公司,我愿意当证人。 苏蜜霸气地说道,原来其实苏蜜是不想害死我的,他只是缺钱,为的就是救他老妈,但是周文涛和江雪知道,他并不想害死我, 所以故意骗他说,在海里面安排了救援队,其实当时确实安排好了。 但是后面周文涛让救援队提前撤离了,所以苏蜜一直蒙在鼓里,周文涛,江雪,你们现在涉嫌一起谋杀罪,请跟我们会分局接受调查。 这里是拘捕令,待走。 一名长官此刻,很是霸气地说道,随即,两个人都被直接戴上了明晃晃的手铐,后来,我听说,周文涛和江雪两个人,都因为杀人未遂,分别被判了三年和两年,而我因为这事,直接起诉离婚,加上江雪是完全过错方,所以他净身出户,后来,我给了当时救我的那一对渔民夫妻一百万。 两位渔民当时感动得稀里哗啦的,毕竟这辈子,他们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,至于苏蜜,因为他答应帮我出庭指认,所以我给了他三百万,因为我知道,他母亲确实需要用钱看病,而且我心里也知道,其实苏蜜是一个善良的女人,给他钱的那一碗,苏蜜笑着对我说,杨哥,你应该好久没有碰过女人了吧。 今天晚上,我把我整个人全部都交给你,听到这话我笑了,因为之前我没敢做的事情,现在敢了,不得不说,苏蜜真的是一个好女人。 我说,杨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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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